剛剛講的就是我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兩個 然後我需要這個呢按下它自動幫我完成 這個的話按下它自動幫我清除 大概就這樣 兩個方法一個是不用寫程式 自動產生的一個是要寫程式 兩個我都會講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DEMO給我按下它自動清掉 OK底下的話全部都清空了 再來的話按下它 又自動又出現了 不過你會發現其實我只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公式又把它丟回去 讓它再向下填滿 那實際上這些動作 都是他幫我把我做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記錄下來 然後變成對應的程式而已 然後寫完之後呢再把它做成按鈕 步驟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怎麼做首先我們按部就班來跟各位做說明 我把它再恢復到原狀 如果說這些都沒有 然後我要怎麼從無到有 幫我產生這些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我先把這個程式先刪掉 這個假設移除掉 這個本來是沒有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讓它產生 這裡把它刪掉一下 OK 這兩個按鈕也沒有 所以這兩個把它delete掉 接下來的話呢 在做這個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先把那個開發人員打開 第二個的話呢 按下錄製聚集 不過我是建議啊你在錄製聚集之前 請各位先彩排一下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沒有彩排的話 他等於是把滑鼠鍵盤都記錄下來 所以你做錯誤的動作呢 他也會幫你記錄下來 那也當然就不對了 所以喔 那首先第一個呢 裡面的公式 記得 先還是保留吧 我們先用這個 OK 第一個你裡面一定要有公式 那我們先產生第一個按鈕 步驟其實只有三個 一 請你優標 放在 這個儲存格以外的地方 放哪裡都沒關係 放這裡 只是說我需要記錄的話 是要點擊 這個儲存格的動作 OK 所以一 優標先放在外面 然後點一下 一 好 二的話呢 請你把優標放上面打勾 三的話呢 就是這邊 空點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填滿了 當然有同學說 事情有同學問一個很妙的問題 老師你這怎麼點的 我說不是點兩下不就OK了嗎 有同學說 老師我不知道耶 不過沒關係 那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向下拉 其實也可以 但是我比較不建議你用向下拉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向下拉的話 他會記錄就是你向下拉到 哪一列的位置 那如果未來呢 你的資料有增加或減少 他就不會跟著 你的位置去做調整 OK所以建議啦 還是用什麼 快速點兩下這個動作 他會自動去追蹤 你旁邊那一欄的位置在哪裡 他就跟著到那邊而已 所以三個動作 好那你彩排完之後 接下來就清楚 清楚怎麼做 一樣優標放外面 一優標放在這裡面 Ctrl Shift向下 記得喔 一樣的道理喔 有時候說老師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乾脆用什麼 我優標放這邊 這樣拉過 也可以啦 只是你錄下來的東西 將來那個位置也是固定的 那如果你用快速鍵喔 優標放Ctrl Shift 按向下 他一樣的吧 是追蹤 追蹤什麼 追蹤你右邊 左邊那一欄的位置 OK 按Delete 這樣就完成 好 那彩排過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 就開始來囉 所以 接下來 我們就來錄製 那錄製的名稱 雲端上也有答案 這個就答案 你打開來之後 應該在 總共是21頁吧 你大概在 12頁的位置 其實 你把這個 這兩個程式貼過去 就是剛剛的結果 那 我們現在的話呢 給一個名稱叫 手機 號碼串接 這個名稱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取自己喜歡的名稱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錄製了 按錄製然後名稱給他 貼上 手機號碼串接 確定之後的話就開始囉 你就不能NG了 如果做錯的話 你可能要重來了 OK按確定 1有不要放這邊 2 點一下打勾 3 快點兩下 OK了 好了三個動作囉 接下來 停止錄製 如果你錄錯了請你NG重來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 第二個的話呢 再錄什麼了 優標先放外面 錄什麼 錄那個清除的 清除的話就是 手機號碼 算是 這邊把它加個清除 好 再來的話呢 一樣按確定就開始了 三個動作 1 優標放這邊 2 Ctrl Shift向下 3 Delete 好了 3個動作 停止 接下來的話你想說 那我寫完的程式我可不可以亂亂看 請你按聚齊 這個地方 如果我有沒有串接嘛按執行 出來了 清除看看 可以了 可是你想說 那我這邊 這樣這邊執行 不太方便 我想要在旁邊加按鈕的話 怎麼做 待會再看好了 插入這邊有按鈕 你也可以加 另外的話呢 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你程式寫哪裡的話 你可以按編輯 那你按下編輯的話 他會叫出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 叫Visual Basic 把程式告訴你他 到底寫在哪裡 特別就跳出來就在這裡 有沒有 手機號碼串接 那他的結構一定是SAP開頭 小瓜 EndSAP結束 所以他的程式在這裡 底下這個就是第二段 未來如果說你還有第3個第4個 你就一直往下加就可以 而且他一定是放在哪裡 他一定是放在一個模組裡面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彩排 然後試著錄製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記得那個彩排動作不要做錯 因為你做錯的動作 他一樣會把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全部都記錄下來 謝謝